谁是台湾最有钱的人 这是傅比士在今天公布了 2023年台湾的前50大富豪 结果名单出炉大喜牌了 这个最有钱的是富邦的蔡明忠 还有蔡明星兄弟 他们的身价来到了88亿美元 而第二名呢 其实是鼎心集团 这个魏英聪 魏英娇等兄弟 他们也是有83亿美元 再来是长春集团的这个创办人 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则是第六名 去年的这个首富张崇渊协王 今年则是排名第五名 这也代表了财富的最新专一 真的是超级厉害 富邦集团蔡明忠 蔡明星休弟俩 时隔五年终于重回 2023年富比士富豪龙头宝座 今年应该也是会很辛苦的 尽管富邦经受到防疫理赔拖累 两兄弟财富缩减8% 降至88亿美元 约2694亿新台币 却仍居台湾首富 那一定很好奇连续三年拿下 台湾首富的神秘邪王张崇源呢 对比去年富豪榜 今年真的是风水轮流转 邪王从去年的百亿美元资产 降至76亿美元 伪居第五 国泰金控蔡家兄弟 缩水至77亿 伪居第四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资产74亿美元 伪居第六 去年第五名堪称石化王的 长春集团联合创办人林初侯 哲氏挤调郭董以及邪王 以79亿美元身价 伪居第三 顶星国际集团 魏家四兄弟为中国最大数十面制造商之一 旗下数十连锁事业 德克市准备IPO排名第二 专家认为全球需求缩减 和地缘政治紧张升高 导致出口减缓 加上台股自上次评估 台湾50大富豪财富以来 累计下跌9% 才会导致今年排名大洗牌 东森新闻五波夫一文台报导 台湾50大富豪财富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